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宣布 第25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經歷長達7小時激烈討論和3輪投票 終於得出結果 陳果的三夫奪得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 和最佳女主角成為大贏家 而另一部被受注目的淪落人 就拿了最佳編劇 男主角黃秋生還憑著這套戲 拿到最佳男演員 大會就指黃秋生在戲中 下半身癱瘓的角色得到大部份評審的肯定 力厄周讓發吳振宇等人成為今屆影帝 這次是黃秋生繼1998年野獸刑警 和2002年無間道後 第三度奪得最佳男主角獎